承抱意外受伤的24岁陈亦如 全身有35%的烧烫伤 伤势多集中在双腿 经过了三个礼拜的青创治疗 以及每天摄取高蛋白的食物之后 目前全身只剩下8%的伤口还没有复原 预计再经两周治疗就可以复原 24岁的陈亦如也是巴仙承抱意外的伤者之一 当时全身35% 2到3度烧烫伤 伤势集中在双腿 6月30日从台北转院到台中医院 经过将近三个星期的医治 目前只剩下8%的伤口没有愈合 也因为我这样子比较好转了 所以可以让说让出更多医疗的资源跟时间 给说更需要严重的病人 本身也是护理人员的陈亦如 相当感谢照顾他的医护人员 所以自己才能复原的这么快这么好 台中医院表示经过多次的清创 再加上使用专业的敷料和高压氧的治疗 伤口才没有受到感染 因为陈亦如的伤势复原良好 上个星期五已经从加护病房转入一般病房观察 而新长出来的皮肤也慢慢缩小了损伤的面积 预计再过两周就能顺利出院返家 记者邱紫辈彭安群台中报道